陪你去看流星人落在这地球上 让你的泪落在我肩膀 没有错 刚刚我们一开始的时候静静的停了一秒 那是因为老师希望我在这一秒钟还没有接到音乐的时候 让你们清楚的看到我 苏孝天今天深深的印尽你的眼帘 让你们感受到今天的开心以及快乐 欢迎收看今天的全民最大党 全民做老板 好朋友 这个今天是由我帅帅的朱孝天来为您主持 OK 那么今天讨论什么题目呢 就是说拼选举啊 我们的小英主席 他打造了专属的香水 OK 特别的香水 那么你希望小马哥出什么招来跟他拼一下呢 OK 那我想这个小英主席很厉害 他屡创其招 这一次呢为了迎合年轻人的口味 他出了一个香水系列 叫做太平洋的风 The breeze from the Pacific Ocean OK 我们现在就欢迎 民进党的总统候选人 Miss Chai Yeun Good evening ladies and gentlemen 我是英文菜 我这是民主小英 我也是呢 未来很可能呢 是第一任女总统的小英 请大家多多支持 我相信今天各位进这一个录影现场 会感觉到非常不一样 因为充满了清新 心旷神怡的感觉 就好像是太平洋的风 让我呢想起了那部叫香水的电影里面 那个凶手格奴隐先生 你应该想起的是香水这部书里面 提到香水的强大 Charming power影响力 但是他杀了很多人 他的那款香水 跟我的香水种类不同 我的种类呢是太平洋的风 是带来loving power peace 代表未来的hope the future hope 希望今天现场的每一位注意 待会呢 我已经把喷洒气 放在我们周老师的情见附近 当他伴奏的时候 按下去拿几个键 会不定时的喷出太平洋的风 让各位随着周老师 不定时防不胜防的节奏 感受我们现场太平洋的香气 谢谢 谢谢 其实我们是不太喜欢太平洋的风的 因为太平洋来的风都是台风 OK 我想呢接下来要欢迎的是我们 前行政院长 苏贞昌苏院长 欢迎他 谢谢 大家好 我是苏贞昌 昌… 你看看 这样就没有创意 可是这样大家会注意到我 所以说我要讲的就是 小英主席给大家一个清新的感觉 出了一款香水 我告诉各位 蓝营的也很快 就会再出香水 我们这边是太平洋的风 马上他们那边搞不好就是 巴士海峡的风 什么台湾海峡的风 通通会跟进 全部都是台风 一定都是这样 国民党就是美梗 一个美梗 你看金武冲 跟着小英主席一起到美国也就算了 还抄 抄在他前面一起 先去到美国 人家从后面抄人家的车 也要按喇叭按三声 艺术节 他一样超过 连说一声就没说一声 是不是很没品 他有打方向灯 所以说 这个 就讲到这里 谢谢 接下来欢迎我们咖啡界的好朋友 那个一位来自西方国家的黑人朋友 阿拉比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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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朋友 好朋友 做最好的综艺节目给大家看 入围金钟奖最佳综艺节目 还要入围的迷你剧 最佳男主角 好朋友 他不是好朋友 拍了一个电影 《抢救老爸》 8月8号本来就要上映了 但是看到赛德克巴来 自己确战 不敢上档 延后上档 所以说大家不要去看这个电影 谢谢 谢谢 讲得非常实在 既然你说不看 我们一定不会去看 你放心 在里面九孔有眼 去看九孔 好 接下来欢迎的这位 这个 我到现在一直不知道 他是在做什么的一位大师 是 到底他是无几职的大使 还是亲善大使 还是干嘛 但是他这个单位叫 台湾加油站 是 我也不知道他是在加油 还是在干嘛 他是执行长 我们欢迎金浮冲执行长 大家好 大家好 我是台湾加油 台湾站 台湾加油站的执行长 金浮冲 其实我来上 你到底有什么关险 我不知道 但是你为什么可以这样 来来去去 我觉得这是我跟马总统 之间的一个默契 我想也不是旁人能够了解的 因为我们一起 这个实际上的作战 已经有很多地方 所以我说我上 你是民间友人就对了 是属于民间的友人 也许是民间的人 也许会浮上台面 但是我是不入阁也不入府的 我只是希望 怎么说老百姓生活 能过得好一点而已 这很简单的说法 所以你是无极止的就对了 无极止的 我今天上了你们节目 那你靠什么过日子 我自己有其他的副业 就不用你担心 我只是说 我今天上了你们节目之后 我突然发现 发现到 民间党很多的政治人物 上了太多的政治的节目之后 开始会比较有点 多一点点的众议的感觉 像他刚刚说话的时候 我一般是很少去插人家的嘴 如果是我说话 他们一般就会比较插嘴 但是我们这边 要喜欢打一场干净的选战 所以这次小英 推出了专属的这个香水 太平洋的风 有人很害怕说 他会不会变成一个 对国民党来说 是一个大台风 其实不用担心 因为我们也很努力的 让以后的台风 有个台风的照顾架 所以这股风很快就会消失了 所以选举 我们要选择 我们最优秀的总统候选人 马英九 谢谢大家 谢谢 谢谢 好的 今天讨论是拼选举 小英打造专属香水 你希望小马哥来出什么东西 跟小英主席评比一下 来逼平一下 来拼一下好不好 我想要先问一下主席 太平洋的风我们都知道 大部分都是台风 而台风带来的就是灾难 是 你要为台湾带来灾难吗 我认为台湾现在灾难 已经够大了 是 台湾在马英九的执政之下 已经是台风席卷都快变龙卷风了 所以我这一阵太平洋的风 才要带来重新的renew 让整个台湾能够生机盎然 花开朵朵 你知道我这一款香水的基调 就是结合花香 海洋 还有大地的香味 我要提醒大家 要爱台湾这块土地 主席 对不起 你刚刚讲了说要renew renew renew之前一定要destroy 要整个破坏掉 你在破坏的方法是什么 我想破坏这件事情 马英九已经做得够多了 我现在只要建设就可以了 马英九上任之后 我们已经快变成中国执政了 马总统大概是有史以来 創了这个历史上的一个创举 就是今年我们的总统候选人 已经快要超过八组了 史上最多组 这就是民主 人家都有当选主 为什么这么多组 各位可以知道 因为马英九都能做总统 大家都能做 我举个例子 全民最大党 你们举行过歌唱比赛 我请问你如果今天第一名是 纳豆这样的卡司 会不会大家都来参赛 连台智元都敢来了 因为想说纳豆都能赢 谁不能赢呢 是不是 我希望你解释一下 什么叫做台智元都敢来 都敢来 就是什么意思 都敢来 很简单 因为我们已经连续好几届的 全民最大党 台智元先生坚持不参赛 不参赛 就是不参赛 他坚持要做主持人 我认为这就是一种胆怯 各位知道 男人有时候就是没有gots 男人有时候就是不敢 女人就敢 你看克乃鑫唱歌唱得这么荒腔走板 他还是每一届都要参加 女人有的时候就是比男人有gots 所以纳豆都能唱 为什么台智元不能唱 他不敢唱 那为什么克乃鑫敢唱 因为女人有的时候就是比男人 能够执政有gots 所以结论就是 马英九做得不好 所以大家都想来做总统 但是只有女人做总统 才能比女人更了解女人 也治得住男人 请支持民主小英 谢谢 我很奇怪 刚刚在小英主席在讲这段话 他明明批评是台智元 我却有心计的感觉 不知道为什么 可能是 心有灵犀吧 不过刚刚小英主席刚提到一点 我觉得挺耐人行为的 就是说一个人要有gots 要有担当 敢负责任这件事情 敢跳出来 敢说这是我做的 那么我等一下也想请问 要我们金府中间的 为什么你就要当一个民间友人 好 我们进广告忙回来 好 就这样 请准备 Yaha Thank you